今日,YMC娱乐公司回应WannaWong成员,一年每人进账3亿韩元约175万元的报道,表示因为WannaWong成员分数不同的经纪公司,收入将在扣除YMC娱乐公司的费用后,转给成员各自的经纪公司,之后成员与各自的经纪公司分账,所以无法确认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收入。 在这之前,有韩国媒体爆料说,WannaWong成员们通过去年一年的活动,每个人分到了3亿韩元左右,不过负责WannaWong经纪业务的YMC娱乐表示,WannaWong活动产生的收入,将在扣除YMC娱乐公司的费用后转达WannaWong成员各自的经纪公司,之后WannaWong成员需要与各自的经纪公司, 按合同中规定的比例进行方丈,再加上WannaWong成员们,还有个人活动产生的收入,就算是YMC娱乐公司也无法知道,WannaWong每个成员去年的具体收入。 在之前WannaWong的直播事故中,就曾经有成员说过,他们分配后得到的收入只有20%,这20%如果是跟YMC娱乐公司算的话,那么分下来的钱还要再跟公司进行分配,但是公司也有自己的合同。 如果成员们的公司一样是,按照20%来结算成员们收入的话,那么到手的钱真的是非常少了。 WannaWong的成员们都是参加,Produce 101第二集获胜出道的,11个成员都是由韩国国民亲自选出来的,所以国民度真的非常的高,而且人气也不是开玩笑的。 因为是限定组合,活动期限也只有一年时间,所以公司在尽全力地压榨成员们,即使是发着钢伤还是一定要敢行程,代言和各种活动也都是应接不暇,这样的高压情况下才能有一人三亿韩元的收入,但是即使累得要死,到手的钱也真的是少是又少,不过路都是自己选择的,不管再怎么辛苦也还是要坚持下去的。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订阅,谢谢观看。